伊利诺州的农民布兰德·绍尔饲养了数千头猪 他的一天通常是从猪圈开始的 每八个星期有1100头猪送到我们这里 几个月后 这些猪被送到市场上出售 我们一年能卖出6000多头猪 这是一桩成本高 劳动强度大 但有时利润丰厚的生意 绍尔将这归因于外国对猪肉需求的提高 每四头猪就会有一头被运到海外 那么我25%至28%的利润来自境外货币 中国表示要在今年后半年 对美国的猪肉产品征收25%的关税 以回应美国对中国的钢铝制品征关税 如果这个计划落实了 那么境外货币就有危险 如果那些境外货币全部消失的话 这是一桩赔钱的生意 我听到一种说法 赔钱还是赚钱在目前取决于出口 所以如果他的出口量比去年少 他就会赔钱 塔玛拉尼尔森是伊利诺伊州农场局的 大宗商品高级主管 他说农场收入连年下滑 主要是由于投入成本提升 而关税只会进一步挑战 农民不断减低的底线 尽管中国的关税可能只有25% 市场可能会在某一天变得紧张 使得产品打出更低的折扣 这会让农民很难赚钱 不仅仅是猪肉 布兰特·绍尔还种植大豆 也属于被中国威胁征收关税的商品 而这已经让绍尔赔钱了 昨天市价降低了50美分 绍尔担心中国会从其他地方 获取更便宜的产品 这样美国的产品就少了一个关键市场 他感到只有一个人应该被责怪 由于这个人不确定的金融愿景 尽管川普对贸易协定 表达了前硬态度 他还是在2016年大选时 赢得了绍尔的选票 如果我们和中国做交易 如果谈判过程中 他们因为想要伤到我而打击农民 我不会说这是一件好事 但我告诉你们 我们的农民都是伟大的爱国者 伟大的爱国者 他们明白这是为了国家 我们会补偿他们 最后他们会比现在更加强大 绍尔说他开始后悔当时的决定了 我以为他是两个人中 更不邪恶的那一个 现在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绍尔仍希望川普总统的贸易策略 能够保护美国人的工作 并最终谈成更好的贸易协定 否则的话 绍尔说 这将影响他在下一次 总统选举中的投票决定 美国经济记者法拉报 伊利诺伊州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